益生菌巧致三高症状 首先,益生菌能够调节血压 一方面,益生菌对血液当中的老废物、胆固醇、高质蛋白以及血磷块 有着非常强的分解的功能 能够促进血液循环畅通,因此可以降血压 另一方面,益生菌可以促进人体的新生代谢 对于血压低的人有补血的功效 所以益生菌可以自动调节血压 第二,益生菌能够调节血糖 高血糖形成的主要原因是各种原因引起的肠黏膜屏障受损 产生内毒素血症,进而发生胰岛素抵抗 最终胰岛功能缺失,导致胰岛素分泌不足 益生菌可以修复受损的肠黏膜屏障 减轻内毒素血症 部分递转,异道素抵抗 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降低血糖 第三,益生菌能够调理高血脂 正常人在空腹的时候,血液当中 胆固醇的量超过正常标准值,即为高血脂症 益生菌具有血液轻到负的作用 能够清除血管壁的胆固醇 缓解动脉硬化,还有心脏共血不足 以及脂肪肝等等这些情况 所以,为了降低高血脂 改善胆固醇附着和堆积于血管壁上 除了多摄取生鲜果蔬以补充食物纤维之外 也要补充益生菌产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